上世紀九十年代位於中港邊界六頸的一個山頭上 被發現隱藏著一群當年香港淪陷期間日軍所建造的軍事雕堡 至於他們的用途是什麼至今仍眾說紛紜 無論如何他們都算是香港歷史的其中一塊重要拼圖 亦是頗值得親臨憑釣已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遺跡 陸境除了有可以維免的歷史故事 附近還有輕鬆而行的遠足好去住 有優美的海岸景色 還有隱日鄉村的田園風光 大家不妨花多一點時間 一次過欣賞這個香港邊垂地帶的兩種面貌 去陸境先到港鐵粉麗站 在C出口對出專線小巴站 剩下56kg線小巴 直到中站下車 下車後反方向走去幾家茶座側邊 完這條石級登山 就可以去到有清高洞的陸境山山頂 又要辛苦我的右腳石頭角 由山腳到山頂差不多有40層樓高 部分石級高而窄,不是這麼輕鬆的 到了石級的進處還有一小段山路 是鬆散泥石路要爬山械才可以應付 登頂隨時大約15至20分鐘左右 未上到山頂已經見到第一座雕堡 去山頂先 這裡的植物和樹木最近未清理過 在山頂的範圍可以飽納沙頭角海 和陸頸周圍的廣闊風光 現在我們來到陸頂山的山頂部分 我們剛才在那邊山路上來 這個小小的山頭 其實就建了有8個細型的軍事雕堡 和5個更小的單人雕堡 而他們大部分都有編號 相信是後來的人編號 可能是發現了部分的人編了編號 而有部分的雕堡是沒有編號 現在跟大家逐個探索 先去編號PB1A和B的雙體雕堡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 就是我們剛才上來第一座見到的雕堡 它在旁邊已經有另一個雕堡 由於它的內部是雙空 所以它被編為PB1A和PB1B 它是山上唯一一個雙體雕堡 這個就是PB1B 那個是PB1A PB1B對落的山坡 還有另外一個單人的雕堡是附編號 我們從PB1A後方的箭墓 進去雕堡內部 箭墓內有不少碎石和植物 走的時候要小心 入口通道搞英式雕堡狹窄 地面沒有太多沙泥雜物 長腳都有去水坑和空洞 頂部通風口呈方形 估計因為通風口直接通到屋頂 可以加上金屬網以防止被拋入手榴彈 三個石極空都是對沙頭各海方向 雕堡呈多邊形 但石極空沒有大型機關槍支架台 頂部也沒有影式雕堡的療望塔槍 單卡石極空刷漢外面的環境 視野很有限 PB1A內有通道通去相連的1B 通道地上有較多雜物 PB1B呈場方形都有一個方形通風口 但兩個射擊孔位置較低而且貼近 會不會其實是偵察療望之用呢? 長身清晰可見木板石屎無具的痕跡 除了射擊孔和通風口沒有其他結構 現在離開PB1AB 由戰號走出來 如果我們從登山頂入口走去PB1A 可以看到幾個射擊孔外部 似乎是有特別形狀的裝飾 講求隱蔽的軍事吊布 尖上一點不像是偽裝類的裝飾 到底是什麼概念呢? 繼續走去PB1B外 它的射擊孔都有相同裝飾 PB1B對落山坡是一個沒有偏好的單人雕堡 但現在下去的路已經被植物完全遮蔽 路況不明,遺免發生危險 所以決定不下去看 走不下去就飛下去看看它的真身 這個單人雕堡好似一個石造的耕廳 前面有一個石擊孔,後面是入口 都有點像一個垂直插著的石棍 PB1A和B位於六頸山頂東北端 應該是主力防守沙頭角海的方向 應該是主力防守沙頭角海的方向 從這個角度看PB1A和B 覺得好似一隻蠍子博在山上 我們繼續往山頂谷高的地方去吧 我們繼續往山頂角高的地方去吧 我們繼續往山頂的角高的地方去吧 我們繼續往山頂調高的地方去吧 這條叫禮明徑,可能是幾點某一個人 來到較高的位置看到PB2 PB2除了地勢比較高,還是擁有最多射擊孔的一個 有五個那麼多 我們都是由它後面的戰豪入去碉堡內部 在入口空道旁有個長方形空間 不知是擺放睡床還是儲物之用呢? 碉堡主體都是呈多邊形,方形通風口 內部結構和PB1A差不多 但射擊孔就很矮,放了一支槍視野就會變得很小 它們都是對沙頭各海的方向為主 雖然它有五個射擊孔,但內部空間很窄 讓我嘗試它可不可以同時容納五個人進行射擊 如果有五個人同時使用步槍 一定會腳踩腳和背頂背 我看同時最多只容納兩至三個人 這樣的面積都算是碉堡中的納米樓 還有當時的日本軍人應該挺矮,所以幾個碉堡的樓底都很低 現在離開PB2 由占號走到PB2的屋頂 這裡就是PB2的屋頂了 這裡的景觀最闊,是搞多人打卡的位置 通風口頂蓋都掉下來 PB2的五個射擊孔,覆蓋範圍由沙頭各海至雞谷樹下和南坑尾一帶 但以它們的設計似乎不理於射擊之用 它會不會是這個陣地的遼望觀察站呢? PB2旁邊有一條路是通往PB3的 正確來說是有一段戰豪桶去PB3 在戰豪上面小路走會輕鬆些 到入口之前才下戰豪 PB3的面積比PB2更小 入口通道旁同樣有個長方形的空間 但同通道成直角相連 標普主體呈長方形和PB1B相似 同樣只有兩個射擊孔 但位置不像PB1B那麼低 頂部通風口就由方形變成圓形 PB3的兩個射擊孔特別切在左右兩邊 分別向著北方的沙頭角海末端和南方的山幽方向 反而沒有向著正面對出的山坡 感覺上有點奇怪 難道是用來守護左右兩邊的其他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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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裏大家看到周圍都有箭壕 各個碉堡理論上是所有箭壕都通到的 不過現在可能已經被砌了 或者有些山泥堆積了 所以很多都通不到 接著去PB4的距離比較遠一點 相對上 在這裏的箭壕下面走下去就是PB4 而PB5 就在PB4這邊的山坡下面 是一個單人的碉堡 它是一個全部唯一有堅號的單人碉堡 走到箭壕進去PB4 這個碉堡除了入口通道較直和長之外 結構間隔和PB3非常相似 主體都是長方形 兩個射擊空都是設在左右兩側 又是圓形通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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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PB4 由箭壕返路面 跨過箭壕 走去PB4頂部找PB5的位置 PB5就在對落山坡上 雖然山坡有點斜 但路放清楚 可以走下去看看 雖然山坡有點斜 可以走下去看看 可以走下去看看 山坡的泥石都幾鬆散 要小心點走 可以走下去 它的結構和PB1B對落的一模一樣 內部差不多堆滿了山泥 進不去 只可以在頂部看看 看完 翻翻PB4頂部 都要小心 PB4的兩個射擊孔指向和PB3一樣 PB5就像是PB4的衛星堡 綠頸山的植物愈來愈貌密 在遠處已經很難辨認PB4的位置 去下一個目標 除了山頂之上 在這邊落山的部分 都有碉堡 看到現在這裡正在建路 政府好像想活化這裡 做一個行山交野點 正在砌石級 遊人或行山人士 可以在下面上來 就沒那麼辛苦 在這邊還有一個單人雕堡 在這裡下面有另一個單人雕堡 在山頂的兩邊 各有一個單人雕堡 都是沒有編號的 兩個雕堡距離路邊不遠 下去就不懶 先去面向雞谷樹下方向那個角 通知條路都生滿植物 雕堡差不多被山泥染沒 結構和之前兩個都是一樣 試一下新的鏡頭進去看看 內部都是堆了大量山泥 空間很窄 活動範圍很小 再往路面 再往路面找另一邊的單人雕堡 這邊的單人雕堡 站在面向南沖村的山坡上 一樣深陷在山泥之中 外形結構和其他單人堡沒有分別 再看看它的內部 都是堆積著山泥 雖然這個雕堡所在山坡面向南沖村 但它的射擊空是對著沙頭角海的 在山隻兩旁的單人雕堡 分別指向沙頭角海 無端和雞谷樹下方向 已經差不多被野生植物和山泥完全已抹 希望有關當局在修建山路時 能夠同時清理一下 讓它們能夠重現於大家眼前 現在我們先回到山頂 接著去PB6 來到剛才來到的位置 裡面就是PB6 沿著戰壕旁的小路 走到戰壕就可以到達入口 入口通道旁都有長方形空間 主體呈多邊形 擁有四個射擊孔 通風口是方形的 去外面看看 它的射擊孔外部同樣有獨特裝飾 PB6擁有四個射擊孔 數目僅次於PB2 視野可以覆蓋由南沖村到沙頭角一帶 大家會不會覺得陸頂山上這些多面看碉堡的設計 個型好似日本沿淋裝飾的石燈籠呢? 離開PB6 我們先上山頂這條山徑 剛才PB3的大概位置 另一邊打對面的就是PB7 大家看到有兩個通風口 PB7被指為一個指揮中心 PB7的外形明顯和其他雕堡有分別 它那兩個同一指向的射擊孔 對著南沖村方向 射擊孔位置的高度都是偏低 外框的設計和其他雕堡不同 它的設計用途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由於兩個射擊孔都是平排同一方向 視野相對狹窄 指揮撇孔位置的高度 指揮幾乎 指揮第二位置 指揮是美飛行六雕堡 指揮搭檔位置的高度 指揮潰位置的高度 指揮搭檔位置 離開PB7,我們再去下一個目標 其實在標高處旁邊,PB7的旁邊有另一個設施 在這裏,我們再去經鑽河 在這裏下面,就是一個被認為是水井或廁所的鐵絲 它是特別有專長圍住的,可能有人認為是廁所有些私隱 但也是露天的 我們走下去觀察一下,通道已經生滿植物 看到這些專長和植物,反而給我一種日本露天風裡的感覺 這樣一個正方形的石屎結構,很難理解它是一個廁所 圍著的專長,似乎不是一般軍事款式 反而有些圓藝設計的味道 看真點,它是有金屬爬梯的 廁所會有這些爬梯嗎?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積了水的儲物空間呢? 這個設施有人說是水井 但也有人質疑為什麼會在山上掘井 而廁所一說,是不是有點牽強呢? 大家不妨發揮一下想像力,猜一下它的真真身份是什麼 我們越過這個所謂水井廁所之後 在這裡沿著這個箭蠔,就可以去到PB8了 這裡是一個橫的箭蠔 要進去就是PB8的位置 我們走下箭蠔 找到入口 碉堡主體都是多邊形設計 但只有三角石極空 同樣有個長方形空間 感覺上比較闊落 通風口是圓形的 參觀完PB8了 由箭蠔回地面 其實在PB8旁邊沒有多遠 大約相信是這個位置 對落應該還有一個單人雕堡 也是沒有編號的 不過現在大家看到植物生得很密 完全看不到路是怎樣的 就算以無人機高空搜殺 都發現不到它的所在位置 所以為了安全計算也是不下 因為稍後會不會擦錯腳 滾到山也不頂 PB8的三角石極空 可以覆蓋由南寵村至沙頭角海末端 雕堡周圍三碗野生植物 已經完全隱活在叢林之中 今次最遺憾是 未能夠找到它附近的單人雕堡 衷心希望有關部門在清理山頭的時候 可以順帶找回它的真身 好,我們看完這麼多植物 我們回到起點那裡 這個六頸山又叫做高洞 它叫南北走向 北面對著沙頭角海和末端 西面對著南沖村 據聞是當年的東江中隊 港狗大隊活著的地方 而它的東面對著六頸村的陣屋 和屋那些 南面就是山 這個軍事雕堡的發現 根據一些附近村民的證實 就是當年日軍 在香港龍嵌後期的時間 就是強徵村民幫它建造的 你看到它建造的格式都頗公正 不過就略嫌細了 我會說它們是一些比較小的雕堡 我就不會叫它做機關窗堡 因為看來它大部分都買不到機關窗 而好像這個二號雕堡 最多是兩至三個人 走著不同的方位 而一般這些雕堡 單人雕堡更加 小到只有一個人 相對英軍那些就比較大 英軍那些設施又多些 有機關窗的架設的窗台 亦都有水光等等 比較完善的 這裡那些就比較簡單 好像就是四幅牆那樣 至於它的用途是什麼呢? 最初的人就覺得 它是用來守著這個沙頭國海的 沙頭國海有什麼那麼重要呢? 因為當年相傳日軍快戰賣的時候 以美國為首的盟軍 就計劃在沙頭國海登陸 而再由這裡一路推進去到 新界、九龍那些地方 收服香港的意圖 所以日本人就在這裡建了一些雕堡 除了這裡之外 其實在沙頭國海另一邊 那個山咀村和花嶺 都有類似的日軍雕堡 而那個格式、設計、結構 差不多一模一樣 但是這些規模的雕堡 它怎樣守住這個沙頭國海呢? 裡面很難用到 像英軍雕堡那些重型機關窗 你用不到機關窗 你怎樣守一個這麼闊的位置呢? 似乎是沒有火力壓制的作用 但是到後來 有人又改變了一個想法 因為這裡近南沖村 所以他估計是當年日軍 是因為這裡很活躍的東江遊擊隊 廣九大隊 並破壞日軍的設施 做一些敵後的工作 有人指出 在1943年3月3日 日軍和南沖村內的東江中隊遊擊隊發生激戰 擊斃及拘捕多名成員 所以建造這些雕堡是要再加強防範 但是怎樣都好 各有各說法 各有各的道理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確實的定論 這些雕堡應該就是 起了之後是沒有用過的 裡面是完全沒有使用過的痕跡 尤其是因為他們起了不久 日本就宣布投降 這些納米樓就變成爛尾樓 探過所有碉堡 我們可以下山 軍事遺跡探險之後 就是郊遊時間 行郊遊路線當然要換過行莊 現在帶大家觀賞著沙頭角海景 到鳳鏗和谷布遊覧行正鄉村風光 還會行一條期間限定的天使之路 讓大家沉浸在大自然環境 輸解一下城市人緊張的生活壓力 沿著去小巴站方向的六頸路行 沒多久就來到這個只去雞谷樹下的路牌 轉了就是去谷布的方向 接著會經過一個補給站 發記士多 再向左行會經過一些民居 大家盡量不要發出噪音之妖 過了這些民居 又落黑變了一個郊野景色 走在一條海濱小徑 除了有廣闊海景可供欣賞 不少路段還有紅樹林相伴 由小巴站走了十幾分鐘 就到了一個分差點 我們靠左邊的小徑走 經過一個像荒廢了的康樂區 之後要撐一段不太高的梯級穿過一個山坡 上面有個有樹林可以揭積一下的草地 接著就由另一邊的梯級落山 落了山後又變回海濱小徑 很快就到了鳳香村 家日時會有小店提供小食和飲品 這裏還有一間公廁可以給大家方便一下 留意鳳香村是私人地方 不要亂造成騷擾 鳳香村背山面海 擁有無敵沙頭各海景 鳳香原名鳳香 是聖章的單勝村 村民來自谷布新圍 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了 主要以耕種稻米為生 現在已經休耕的農地 以變成一片奴偉田濕地 這裏在假日售賣客家小食的攤檔 對出有一個可以欣賞環迴海景的小碼頭 是一個必到打卡景點 打過卡繼續行程 繼續欣賞海景 很快就來到秘境所在 去秘境的路當然有點神秘啦 啊? 條路呢? 天啊,給條路來走下啦 好,見你是行人 就給條路來走啦 天啊,給條路來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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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見你是行人 天啊,給條路來走啦 這樣呢 這條天然後這條天的路 其實要在水退時才會出現 它連著的就是一個叫水浸咀牌的岩石小島 機會難得 當然要過去游覽一下啦 和大家環島一周, 看看風景 島的面積不大, 但也生了不少植物 走到盡頭, 可以遠望內地鹽田區和鹽田港國際碼頭 這裡自成一角, 聽潮水聲, 挺捨意的 雖然都有一些被棄置的雜物 但作為去谷布的一個中途休息站都不錯 去水浸水排要在潮退時間 才可以通過路出水面的沙泥路過去 所以大家出發之前要留意當日的潮退時間 在天使之路未消失之前, 閃! 繼續去谷布 從這裡去谷布, 沿途都有美麗海景相伴 大約十幾分鐘就來到谷布 先和大家參觀一個歷史建築 就是啟財學校 這個扁隔後面的小屋子 是啟財學校的原子建於1931年 為附近一大鄉村學童提供教育服務 是1964年再加建雙輪的歐式建築校舍 直至1993年才停辦 校舍曾被用作供詞 後來村民更雜資改建 供奉關聖帝軍的協天公 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參觀過啟財學校 繼續沿海邊小徑前行 谷布和鳳鏗一樣是貝山面海 亦有一個小碼頭 來到碼頭附近有一間松基士多 佳日時會提供在地海鮮食材的私房菜 谷布碼頭亦是打卡熱點的 我們由松基士多走入谷布入面 游覽一下這裡的紅樹林和歷史專屋 這裡居民還有種植籠作物 還有人養風 谷布是有三百多年歷史的雜姓客家鄉村 據說這裡已經休間的農地 是早期居民竹堤圍灣而造出來的 他們更收足水閘等水利設施 將海灣變成磨田 真是不得不佩服客家人的托方智慧 走在遠延曲折的小路 既可觀賞不少仍被保留下來的特色村屋 亦可欣賞到由農地變成的紅樹林沼澤 谷布的盧偉田比鳳坑更為壯觀 這裡的村屋各具特色 有傳統客家建築 亦有融入歐陸風格 又是令人賞心悅目 家園前面就是耕地 可能會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 龜原田居隱日式退休生活 在谷布走了一個圈 又回到啟財學校 好幾天 既然會見到不斷 既然會在船上 並沒有其他人 甚至行 在陰莎裡 很快 既然會有所謂 在大陸上 既然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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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